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山国宝 我是主持人赵宗杰 本期节目将带大家认识当代佛教艺术大师夏金山的绘画系列 夏老师从小就学习山水、宫底、花鸟 还有一些传统中国的佛像绘画艺术等等 1998年之前 他跟郭卫许郭老师学习了很多 类似像师女图、高士图这样的一个绘画艺术 在过程当中 他因为受到日本 还有受到美国相对的一些西方 还有就是所谓日本艺术的影响 对他的佛像呢 显得特别的不一样 尤其呢 富有东西方元素的色彩 那到了1998年 他的身影上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那他认为因为有所谓佛像 还有神佛的一些帮助 是他心灵面的神佛 他自己认为他受到很多好朋友的眷顾 所以他能够安然的复原 所以他在1998年 也就是他40岁以后 他立下大院 从此只画佛像 现在呢 就开始进入夏老师 他特有的 所谓的夏天山夏世美学的佛像绘画一处世界里面 在赏西 药师琉璃光如来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晶变的意思 晶变 就是依据佛教经文 转换成图像 来传递佛经的思想内容 晶变化 开始于南北朝 是为了宣扬佛经的真正内涵 在佛教的世界观中 以空间论 西方是极乐世界 教主阿弥陀佛 中间婆娑世界是释迦摩尼佛 东方是禁救流世界 教主要师佛 三佛并称横三是佛 夏金山在八十九岁所绘制的经典代表作 药师琉璃光如来 表现其愿力成就东方琉璃净土 蓝色为药师佛的代表色 夏金山表现在药师佛的法迹上 有消灾免难的祈福象征 主尊如来 身后围绕四大天王 各持相应法器 为东方持国天王 南方增长天王 西方广目天王 以及北方多闻天王 夏金山以四大天王各代表方位 以云雾画出虚空不存在人间的佛国世界 两侧菩萨为邪式 左侧日光遍照菩萨 右侧月光遍照菩萨 菩萨下方 站立十二大要叉为护法神 十二要叉神将各领兵器 每位神尊各掌管七千位神将 共有八万四千位护法神 也代表药师如来十二大院的象征 原自药师流离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头上有生效标志 代表时辰 使药师如来守护众生 譬如随身影 一分未舍离持修药师如来者 在色彩构图上 佛画讲究对称 下进山将药师佛主体置于中央 两侧神像遵循移轨 未接层次分明 每尊神像衣式与阴落 显现不同的形象特征 产生平衡互相协调美感 整幅作品采用主色调 红与蓝相互搭配 如药师佛造像 身穿红色袈裟 佛台精美装饰 画面中 各神尊用色有限制 皆不超过主尊药师佛 佛像一般会以宝盖衬托 是受到清代宫廷装饰艺术的影响 下进山创新的画出龙柱盘绕 以大红金色勾线相辅相成 显得富贵华丽 下进山这幅 《药师流离光如来》 是以汉传佛教体系所创作的精变图 堪称难得的名作 归纳下进山笔下的佛画 最大的特色就是工笔重彩 透过悉尼工笔展现佛像 庄严与饱满丰美的神韵 让佛像艺术达到典雅之境 2011年 甲金山绘制竹鹤观音 画面中白衣观音面貌慈祥 打坐在磐石上 背景是岩石与竹林的造景 构成竹林观音的异象 此乃普陀山观音信仰的 变化造像之一 以金碧山水技法描绘山石 并在观音周围配置六鹤 并非佛教传统 而是明清时期吉祥图案 六鹤迎春的表征 为什么夏金山菩萨作品里 以观音菩萨为最多 形态最丰富 因为在中国民间文化里 力求闻生救苦的观音最受欢迎 众生对其有信仰与欲求 开始加出更丰富的意识形态变化 在观音身上 以造就观音的造像 最为丰厚多变 夏金山未传佛法 工会观音像 也成为它创作量最丰富的系列 高达三千多幅 题材引经据典 多出自 法华金浦门品 华岩金 及净土三金系统 根据浦门品 相传观音三十三化身 夏金山化蹄 以白衣观音为大宗 亦有童子拜观音 水月观音 衣叶 珠族 莲花 禅定等主要造像 童年绘制的水月观音造像 龙王朝观音 观音坐于金碧山水的岩石之上 垂木势众 岩石下方 海涛汹涌 龙王视线 因为观音菩萨在古印度信仰中 某部分具有水神语愿的特质 因此 在唐觅仪轨中 龙王时长成为观音的眷属 画面色调整体呈现波涛汹涌的张力 但因观音的自在安示 也让人感受到 安稳、祥和、宁静的氛围 绘画与修佛 看似两件事 夏金山却能巧妙地结合 用绘画去展现高深唯妙的佛理 用修佛 涵养心灵的至真与善行 夏金山众多的佛像画 即是圆容佛理与至真善和美的体现 夏金山的观音系列代表作之中 2011年所创作的 竹赫观音 龙王朝观音 最能表现其晚年的修佛历程和圆满心境 夏金山华观音 一直到近90岁高寿 他的一生 如同云水僧 回到他笔下的观音造像 特别能呼吁 那份自在 云善行 夏金山华大师笔下的佛像画画艺术世界 事实上就是一个奇幻的佛像画画艺术世界 很多人都认为公笔 是他必其公于意的所谓佛像艺术的最高境界 但是在他的龙王朝观音 竹赫观音 以及廖石光 楼里佛 这三幅 巨幅的佛像画画艺术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不一样的元素 从文化大学陈信香陈老师 还有就是台南艺术馆前馆长 潘馆长他的这个说法当中 我们可以理解到 夏老师事实上对佛像画画艺术的理解 远高于佛教这一块的领域 如是道法佛是基本的元素 他把西方印象派的元素也放进来 然后又把日本所谓佛士会 还有简余的精神也放进来 让佛像能够更广为流传 所谓的有独特性 有更延展性 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从中国的这个传统历史来看 明清以后 基本上佛像绘画艺术一直没有突破 我从伦敦大学佛教艺术研究中心 他国教授的口中得知 夏老师的话既庄严典雅又熏烂 他用华丽的姿态 让佛像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新的境界 佛像绘画艺术有了新的风格 也为他下了一个新的注解 很多人看完之后呢 回到台湾 对这幅画有很深的情感 尤其我们要知道夏老师他对如是道法佛 他非常的尽头 他经历了很多很多 他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画本身 还有画本身以外的更多 人生的境界的一些道理 在夏大师近百年的绘画艺术创作过程当中 他经历了很多很多 这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早年他在山水艺术上面 他追随名师 寄情于山林当中 把心胸打开 专注在公笔 传统的中国绘画艺术上面 所以他早年创作一幅非常有名的 竹林戏鞋 很多人看完之后 回到台湾 或到大陆 基本上 对这幅画有很深的情感 夏老师他在佛画的记忆上面 更是非常操板 尤其是很多人把它誉为 当代佛像绘画艺术的第一人 他把华言境界的三圣 就是所谓的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 他用寒山石德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照相 让他很自然的呈现出来 尤其我们要知道夏老师他对如是道法佛 他非常的精通 所以他在画里面通常都会提一些 字 就是他的书法 他的书法独创一格 完全没有临摹 我们在寒山石德这幅画里面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体制非常的通俗 他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画本身 还有画本身以外的更多 人生的境界的一些道理 接下来 我们就来观赏 竹林七贤 还有寒山石德这条幅画 唐代天台山国庆寺 有两名高僧 寒山与石德 在佛学文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 是佛教史上著名的高僧 传说他们是文书与普贤的化身 在民间 他们多以童子面目出现 象征和慕有爱 夏金山毕生心愿 是将佛教经典 尖色经文 透过佛化艺术 创作集结成策 旨在传达佛法经要 宣扬佛法 因此 当他与朋友佛法交流 赫然发现 从未汇集关于 寒山石德的画作时 立刻提笔 创作束缚相关作品 在夏金山的笔下 寒山石德 咧嘴笑 除了让画面呈现 欢乐幽默的意境 也让人感受 一笑置之的海纳气量 仔细看 涂式轮廓线条的曲线 就能感受到 如水般的流动 法斯 以村笔表现出一种 天真智着之气 从笔墨体物画艺 这是欣赏禅画的 另一种方式 也是夏金山 写艺人物画特色之一 其中一幅 寒山石德 在2018年 典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根据华中科技大学 研究员继教授 许淳熙分析 夏金山所绘制的 寒山石德 出处属于最为流行的 寒山卧卷和石德持轴一类 采用简笔描绘技巧 展现缠画意境的奥妙之处 夏金山的笔墨自由奔放 不拘一格 画面憨态可举 撩撩树笔 就将寒山石德 粗幅烹头的造型 憨厚图纸的相貌 威胁不羁的样态 以及超凡脱俗的气质 表现得活灵活险 体现出禅思、寂静、幽远 自信圆通之妙的艺术内涵 夏金山以精工细利的佛像绘画 为世人所推崇 这也是其佛画最主要的风格类型 但在寒山石德这两位 在佛教史上著名的高僧身上 夏金山展现出另一种 鲜少在他作品里表现的 减笔写一功力 充分展现禅画的意境 从寒山石德 那蓬头粗幅加上神韵的形象来看 有着大致若愚的游戏心 用游戏心导入修行生活 也是中国禅宗的创发 若就笔墨直信而言 夏金山也透过运笔速度 游戏底畅快挥洒 游戏之笔带有笔简形句 和旺形得意的特质 如儿童的赤子之心 寒山石德 那纯真原形与帅针 都在夏金山画笔下 耀然而出 把纯真本然的自己交还给自己 而这更贴近禅 更体现佛法 魏晋正史年间 姬康 阮吉 向秀 琉璃 山涛 王荣 吉阮贤 在山阳县 也就是现今江苏省的竹林下 他们玄坛 高歌 饮酒 被世人称为竹林七贤 画面中呈现七位文士雅具 五位同仆在一旁伺候着 夏金山放大文人 与同仆的人物比例 凸显其主兵之间的关系 将所有人物的动线 环环相扣 仔细端详七位主角的模样 有人畅谈 或坐或卧 也有将衣巾敞开 赤裸上半身 流露闲适 潇洒不羁的情态 并搭配贯穿整幅画的大胡石与竹林 纵情于此相得益彰 夏金山认为 绘画功力 在点 线 村 擦 渲染之结合 更注重诗 书 画 款式 用意之巧妙安排 透过个人 禅会修养的功夫 伸出 伸出 静中有神 洞中有气的射受力 方能传达 超凡的感动 夏金山创作的竹林七贤 其实不止一幅 1965年创作的作品 早在1970年被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典藏 而在1970年 另外绘制了一幅 目前收藏于 财团法人夏金山文化艺术基金会 被列为解读 夏金山早期 山水人物化的代表作 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馆长 也是前台南市美术馆馆长 潘凡认为 夏金山竹林七贤 山水人物的精神世界 与他创作时承受的文化变动 和历史脉络中的文化美感相关 我认为夏老师 他的个人 充满了人文的情怀 还有就是他 慈悲的一个基神 他的佛理 佛学 佛法 不仅融入在画中 而且透由画的这个层面 欣赏的人 也可以得到一些自省 等于是看到自己所需要的 或者别人所需要的 最重要的是 在欣赏夏老师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画作 可以呈现出整个世界观 尤其是一个时代的世界观 包括西方的画作 东方的画作 西方自由主义的思维 还有东方 比较属于儒家思想 这方面的思维 整个融通起来看 会更宏观的去了解 夏金山夏老师 他的画跟人 我是邵宗杰 有关更多 夏金山夏大师的故事和作品 请准时收看 金山古堡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